美元作为世界主要流通货币,不仅仅计价黄金、白银、石油,还计价大宗产品,甚至流通于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。 据了解,2017年美国的国债,已经超过了21万亿美元,而美国的GDP总量为19.36万亿美元,美债规模已经超过了GDP总量。 所以,绝大多数国家都持有美元,并且以美元购买美国发行的国债,如果美国国债被持有人大量抛售,将会是什么后果呢? 一,如果美国国债被持有人大量抛售,世界金融市场就会剧烈波动,最直接的表现是美元贬值,抛得越多贬得越快,21万亿全部抛出来,此美国就会出现金融危机。 大量抛出美债,新的美元大量被创造出来,大量的美元会向世界范围快速地寻找投资目标,但是美元突然增加而导致美元内在大幅贬值的结果。 各个国家应该是清楚的,并且会在汇率上显示出来,然后又会反过来刺激所持有的美元资产。 美国国债等收益下降甚至回复,必然更进一步加速世界范围内际它各国对美元资产的出售,以及减少美元的储备。 这是一场灾难,最终是美元的国际地位的一去不复返。 美国也会因为美元弱势和债务而陷入危机。 二、大量抛售美债,影响的将会是全世界,如果想打款美元,前提是必须有一种新的货币有能力,随时取代它的地位,并稳定世界经济,不然在此之前贸然的抛售,都会将世界经济拖入一个深渊。 三、美国是世界大主,世界地经济强国,美国出现危机,全世界也会受到影响。 此外,美国掌握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,到了危机关头,会不会动用军事实力,掠夺其他国家财富,来帮助自身渡过危机呢? 结论,所以,大量美国国债被抛售,既会造成美国危机,也会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危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